大家好,朝鲜的金正恩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的总书记 你看之前你还以为金正恩是朝鲜一把手 他今天才成为朝鲜真正的一把手,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记住党和国不一样在朝鲜 他是以党治国,所以党的总书记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真正的领导人 朝鲜是这样的 所以以前大家可能对金正恩以为他是朝鲜最高领导人 但现在他是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就不一样了,他真正的上位了 朝鲜的通讯社其实也进行了报道 朝中社11号的报道指出 金正恩10号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获推举成为劳动党总书记 但是里边有个情况呢 就是金宇正,金正恩的妹妹 曾出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的金宇正 不但没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没有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 就是被一录到底,没有进入任何政治圈 就是政治圈里边没有他 这个事呢,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 那报道指出被认为是金正恩亲信的赵勇源 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员 有一个新人赵勇源 他是金正恩的亲信 那么也进入核心圈了 报案他在内,目前由金正恩,崔龙海,李炳哲 金德逊等五人组成了常委会 这就是金,这就是金正恩的核心圈 也是朝鲜的一个核心圈 你可以看里边,没有金宇正了 金宇正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讲金宇正是不是完蛋了 金宇正是不是被枪决了 你看崔龙海还在,金宇正就没事 为啥呢,因为崔龙海是金宇正的 崔龙海是金宇正的 应该他们怎么叫呢 金宇正嫁给了崔龙海的儿子 这层关系 所以你看崔龙海还在吧 金宇正没啥问题 只是金宇正呢 他不在朝鲜的核心圈 对吧 我之前讲过 金宇正他是因为参与了19年 19年的这个与川普的会谈 这几次会面 包括在新加坡在河内 而最后的效果呢 是被美国川普耍了 而金宇正实际上 没有起到太好的这个工作能力表现 让金正恩很失望 金正恩虽然是他的妹妹 但是你的工作能力 由全体劳动党 朝鲜劳动党来评判 工作是失败的 金正恩再喜欢自己的妹妹 他也不可能说 是吧 你干了一件没有让大家满意的事 我还提拔你 不可能 包括之前的那个 把他弄到这个朝韩联络处 炸大楼去年 你忘了炸大楼 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特别跟韩国 也没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金宇正呢 现在应该是已经退出了 我觉得应该退出了朝鲜的这个权力核心圈了 就是因为川普把金正恩耍了 特别在河内 马上要签了 实际上川普根本没想跟他签 而金正恩呢 白跑了一趟 金宇正是里边的权权代表啊 整个跟美国人谈是金宇正 那金正恩很生气的 说你怎么没判断到呢 川普在耍我们 所以这工作能力马上就被否定了 我当时我去年就做过一期节目 我讲过 那个时候其实俄罗斯媒体已经分析到了 就金正恩对金宇正 已经把他列到核心圈外了 就不敢 虽然是自己亲妹妹 但是呢 底下不服啊 你说你这个成绩干成这样 我们劳动党这么多人 劳党员也有 怎么是吧 怎么能服众呢 还是最后的清理出朝鲜的核心圈 这一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就证实了 金宇正不会再出现在朝鲜劳动党的核心权力范围内 但是他没有什么危险啊 因为啥 他老公公吧 现在叫老公公啊 崔龙海 他不还在吗 那崔龙海好像很厉害 永远不倒啊 崔龙海永远是核心圈的 所以崔龙海的还在 崔龙海的儿子就在 崔龙海的儿子在 金宇正呢 也就在 只是 没以前那么厉害了啊 直接成劳动党的这个核心圈人物了 不会了 后续可能就是生娃 是不是 生个孩子 或者是搞一搞 驻外大使搞搞外交去了 让他搞搞外交 或者是 像他自 像俄罗斯媒体有时报道啊 这个金宇正自己 实际控制了很多 朝鲜对外的这个财务 财务联系 包括 有时候说是人口走私啊 实际就是打工 朝鲜到俄罗斯去打工 有一些说是 朝鲜的这个军火啊 国际上军火翻运 买卖军火 往非洲啊 往一些战乱地区 卖卖朝鲜的军火 这金宇正可能会参与 那这就是背后啊 后台来操作了 台面上金宇正应该不会再出来 那赵永元或啊 党中央委员会秘书 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赵永元 大家记住这名字啊 未来会非常重要啊 那至于曾任政治局常委的 党中央副委员长叫朴凤珠 被免去所有党内职务 朴凤珠下台了啊 外务省第一副将崔善基 则从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被降为候补委员 崔善基啊 大家知道这外务省啊 就是外交部的 参与了从这个新加坡与川普会面 一直到朝核谈判 再到什么越南核内的谈判 也都是跟川普有关 你看啊 跟川普参加谈判的这一批啊 朝鲜的外务省的崔善基 包括自己的妹妹 金与正全部录下去了 就证实了我一年前的说法 就这一次谈判 金正恩被耍了 心里很不开心 而且呢 这几个女士啊 特别什么崔善基 金与正 这几个女士的表现太软弱 金正恩的形容太软弱 对美国人估计不清 对不对 自己结果太亲信自己的这个妹妹 然后被耍了一趟 国际上成了笑话 然后什么也没谈成 让美国人耍了 自己很不高兴 另外党内也有批评声音 这一次的第八次代表达会 也就证实了 全撸下来了 你看 崔善基也撸下来了 崔善基是听命于 外务省的 实际她当时是重要的 与这个美国联系的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 其实图像上都有的 这个 有她很多录像 都是在第一线啊 跟美国交往 包括在瑞典和美国 谈朝核问题 崔善基就是这位女士 那现在一路到底啊 对吧 成为后部委员了 由中央委员成为后部委员了 外务相啊 叫李善权 维持政治局后部委员职位 你看都这样 没有生的 没有生的 就是说 去年啊 就是去年19年吧 前年19年 对美的这次谈判 在越南河内 还有在新加坡的失败 朝鲜国内 就是认为失败了 那么金正恩啊 在 朝鲜劳总党第八次代表达会上啊 对美国啊 发出了强硬的这个信号 主要就是将美国列为朝鲜现在最大主要敌人 那今后呢 金正恩将强调啊 将强硬对强硬 善对善的原则 应对美国 那么建立美朝新关系 嗯 金正恩呢 并在这个第八次代表达会上 这个强调啊 朝鲜拥有了完全的合力啊 那洲际弹道导弹 ACBM将提升射程达到15000公里 之前呢 他的这个朝鲜射程最远的啊 只有13000公里 那目前15000公里 最新的情况 那应该已经覆盖整个美国全境了 朝鲜啊 金正恩还强调啊 将发展核先制 先发制人 即第一次打击 还有核报复 第二次打击的力量 就朝鲜拥有了完全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核打击的力量 那持续制造超大型的核弹头 那就是当量要上去 那朝鲜还宣称 自己是负责任的拥合国 只要敌对势力 不用核武器对付朝鲜 朝鲜就不会滥用核武器 对美国这个强硬呢 我觉得是给拜登一个下马威啊 给拜登一个下马威 因为拜登呢 他要替代川普 未来要对朝政策 现在拜登团队有些人提出 要对朝鲜政策要收紧 甚至不排除武力打击 所以呢 朝鲜在拜登上来之前 先表态 先表态 后续呢 看看拜登对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拜登呢 不会像川普那样 跟朝鲜还会握手啊 还会见面 像川普一样 就是川普是把朝鲜耍了 但是对朝鲜 你看川普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策略 知道不惹不起啊 他有核武器 根本不可能打 拜登不一样 拜登可能上了以后 对朝鲜可能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虽然表面咱们谁都不理谁 但是呢 我私底下会给你朝鲜使一些啊 使一些其他的政策 逼着朝鲜弃核 而且拜登呢 可能会真做 不像川普 什么都不做 川普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你看川普这四年对朝鲜 几乎什么都没做 朝鲜什么都有了 射程达到一万五千公里了 拜登上来绝对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还是说吧 未来拜登上了以后 朝核问题也会逐渐的清晰 朝核问题 对吧 这也是会影响到中国周边安全的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朝鲜 你看着这两个问题 你从这上可以看啊 这个第八次朝鲜这次代表大会 为未来朝鲜的整个对外政策 还有它国内政治 画了一个明晰的一个 画了画出了一个明晰的一个框架 对吧 金正恩呢越来越 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相信美国了 从这点看 而且未来四年 拜登对朝鲜的政策会越来越紧 而且对抗了